好 大家好 球迷吹雞 回來又是我Logo 8月7日 回顧剛剛歐百杯 全部完場 給了四場給大家 成績就普普通通 我跟大家說 格拉斯流浪 一去到作客 蘇格蘭的球就不夠班 輸了 給利華館上1比0 吃半格 利華館上1比0 也叫做索半格 也好 接著我大力提供的西韋爾 我都說西韋爾是高一點的 尤其是踢歐百杯 西韋爾不知為何特別高一點 雖然有些球迷粉絲跟我說 其實羅馬上場看得不錯 是 沒錯 上場是看得不錯的 但我覺得那場不能夠作準 因為他贏了早記 因為早記已經奪了冠 因為我經常都說踢球是相對的 相對的 如果對方不太肉緊 我覺得有時候不可以說一兩場 踢得好 入很多球 就算可以來作準 不過不要緊的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你問我 主觀的東西一定有 一定有自己的偏好 或者自己的主觀性 一定有的 問題就是 如果你相信的你就跟著 你不相信的 你就買我對價也可以 我不介意的 錢是你的 不是我的 不過我純粹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這樣看法 不過我覺得成績決定一切 中利華股上中半格 西維爾索了 浪隊 贏一比零 半一盤 吃半格 其實我昨天都漏了 我今早都漏了口風 其實昨天 我跟大家說 大家想想一下半主 我自己有賣的 我自己有賣 不過我又不想搞到 那些東西這麼複雜 因為我有看 其實我自己就索了半主 不過半主也不是很高稅 好像是二點幾 不過也好 無端端都贏多一主 然後從頭看到尾 有什麼主都不再想了 賣了就算了 總之索了半主 加了半一半 半格盤 輸就輸了一場法蘭克福 沒有 這場球 怎麼說 自己也有些看法 也有些錯 因為我覺得 我昨天也有說 巴蘇利已經贏了三球 還要回主場 我打算他也遲何下起 就算了 不過他也很積極 這些是底輸 我打算他遲何下起 誰知道他也是積極去球 其實是對的 應該是要贏了三球 都是應該要去的 就是正面的 只是我自己想的時候 我想就是去 遲何下起 輸一球走都行 就是這樣 好 廢話少說 說歐聯 歐聯回來了 真的回來了 四場歐聯 今晚兩場 明晚兩場 先來了今晚 早記 早記 對李昂 現在早記 主場的讓一球 七幾水 我覺得有機會 再尋深一點 要買就趁早買 不過如果大家貪高水 可以等到他轉盤 我覺得這場有機會轉盤 上場早記 就是作客輸0比1 我知道我有些球迷粉絲 很喜歡李昂 經常跟我說 李昂進到級 李昂進到級 不過 都是那句 我是很主觀的 老實說 如果不主觀 就不得玩 我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客觀得來 平衡了 如果覺得差不多的話 我就會相信我自己的主觀性 你說一球盤 很可能是走盤的 不出奇的 但是 你也要兩邊局買 好像剛才那場 剛剛看完那場 法蘭克福對巴蘇利 我看的時候是平手 後來到臨開 有轉盤的 我知道 但現在我以平手盤來看 我就偏了去法蘭克福 這個是主觀 我就是這樣說 現在讓一球 如果大家想穩陣一點 就先走賣去 我覺得臨開 有機會轉 一球 球盤有機會轉 因為始終你早記 是高於你按 D的 OK 那就一球盤 早記了 另外 我自己會 我自己會 鑑上進級 1.87倍 我鑑他在90分鐘 最少贏一球 或者贏兩球 直接進級 如果一球就加時 OK 最重要不要失作客入球 如果不失作客入球 應該都OK的 總之我就早記 李昂 我知道 我有粉絲跟我說好主 李昂 不過你喜歡聽就聽 不喜歡聽就沒辦法 總之不要 勉強挑剔 以及不要特意找些東西跟我鬥 你跟我鬥 你跟我鬥 成績決定一切 是不是 好 接著 第二場 第二場就是曼城 曼城 上場 贏了 黃馬 2-1 對 沒錯 曼城上場 作客也贏了 2-1 作客也贏了 2-1 你問我這一場 通常曼城是和波都出線的 是和波都出線的 是和波都出線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黃馬 雖然他今年拿了聯賽冠軍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 今年比起以往 他的進攻力是差了 是差了些的 你看到他近 這個疫情回來之後 他贏球都不是大勝 都不是入很多球 都是可能一球頂到尾的那些球 加上其實曼城 因為他臨尾 因為他已經穩奪第二 已經冠軍無望 第三又不會跌下去 我覺得 英超臨尾那幾場 賽職不要這麼認真對待 只不過他真的輸了 那場捉獎盃出局 那場就真的打得差 其實其他平均賽事 都不是說真的很差 而且不要這麼覺得他 最近季尾這幾場 不是這樣看 因為曼城始終板凳的深度是高的 加上今次英超球隊回主場 又踢高一些 所以半一我仍然提供給大家 拼過主勝 半一半拼主勝 OK 本來我想提供一個大的 但是我看到水很低 不過自己想 兩球半就很低 1.4幾 你喜歡的可以跳多一格買 如果喜歡買大的 OK 三球三球半就1.9幾 1.98 自己想 大都想得過 不過我覺得它深了一點 深了一點 深了一點 那就是 自己想 自己想想 總之我認為半一都要博主 我覺得曼城不會主場都和著來踢 我覺得很危險 因為王馬始終有實力 不要讓他一下子偷了 那就真是大領落 對嗎 因為你一個作客入球 就變成抵消了 上次 始終你再給他再多一球 始終作客一有入球 便是好處 不過上場萬成始終贏2-1 這就是真的 OK 總之我自己都是編了去萬成 萬成 好 接著巴塞 明晚的巴塞 OK 巴塞上場1-1 對著拿波里 OK 現在暫時搬一盤 暫時搬一盤 快點買 這場巴塞 意大利球隊拿波里 不夠的 如果正常發揮不夠的 加上巴塞 這個老型球場主場 又是高一點 不用說話了 巴塞今季聯賽這麼厲害 好像不敗 還是輸一場 我不太記得了 總之很強 我不太記得了 因為聯賽和兩隊 大家都不同國家 有時很難 拿國內本土聯賽去作比較 如果大家的國家 聯賽級數都不同 主場全勝都沒有用 你給一對賽普路斯 一個主隊全勝 來對對西班牙 可能普普通通 中游都未必夠踢 是否一樣道理 OK 總之這場巴塞 我自己就看巴塞 半一要買 我覺得有權 有機會轉一球 不過一球都要照碰 一球都照碰 不過如果一球 就怕他連半格都沒得吃 要走盤 OK 巴塞 這場不用想 巴塞龍了 好 尾場 拜仁對車仔 這場真的難買 我覺得這場難買 這場有點像剛才那場 我輸了 就是唯一頂 要不然我四全勝 就是輸這場發難下福 一模一樣到 一模一樣情況 拜仁上場已經作客贏車仔 3比0 OK 已經作客贏3比0 即是你問我 你問我這場我真的 老實說我不會買的 老實說我真的不會買 因為真的很難買 你現在拜仁無尼克贏3比0 上場作客 今次回來主場 跟剛才巴塞龍一模一樣 去不去呢 去又可以 不去又可以 車仔去又可以 放棄又可以 都三球了 唉 很難買 這場我真的不提供 我真的不提供 我真的不提供 一球球盤還要這麼誇張 你讓小一點 我還想一下 拜仁無尼克 那麽不如想一想 大好過吧 如果真是局買的話 這場我真的不提供 純粹跟大家分析 這個盤 不要亂來 大哥 真的不要亂來 我上次叫萬聯那些 我叫大家不要亂來 就真的不要亂來 當然上盤有權開 但是真的沒有信心 好像上次萬聯那樣 也是上盤有權開的 它如果出力出 一定是有權開的 對家那麼差 但是問題是鬥志成儀 去與不去都可以 這場真的盤不要買 如果真的要局買 不如博一下 看球買個大選 看入球算 這場我不提供 純粹我自己說 如果買盤的話 不如買大小看球算數 贏又可以 輸又可以 車仔去又可以 不去都可以 因為三比零 談何容易 作客 作客要反省對方三比零 談何容易 有四場 說完了 四場 因為星期日沒有勾聯 而且星期日 連像樣的賽事都沒有 星期日那些球 全部都是北勾 瑞典拿威 蘇超 那些我不提供了 免得買錯了 雷大家 總括 今晚早記對利昂 黃楊一球 暫時早記加上晉級 可以想到1.8幾倍 OK 接著就是曼城 對王家馬得利 半一盤 都是買曼城的了 我自己主觀 我都是看曼城的了 OK 接著就是 星期六 星期六 巴塞龍拿 對拿波里 巴塞 楊半一 巴塞 老型球場 主場有保證 接著就是 星期六 美場的 拜仁 就是同一時間 拜仁 對車仔 這場我真的不敢提供盤 OK 當我差 我不買 這場我不買 有巴塞 選擇就買巴塞 不用浪費錢買下去 贏又要搏 輸又不高興 不要想 局買的 不如搏他買個大 搏他們開入球數 反正已經沒有壓力 三球了 OK 這四場 OK 好了 就完結了歐聯 接著接下來 看看還有什麼大賽 趁現在 今天長次一點點 OK 星期二 星期二又回來了 星期二晚又有歐巴 OK 又有歐巴 就是薩克達對巴塑利 和狼隊對西維爾 OK 星期三晚 又有一場歐聯 又有一場歐聯 歐聯就是亞特蘭大對巴黎聖日門 OK 星期四晚 就有萊比錫 對馬睇會 馬得利體育會 OK 就一直都有 星期五又有歐聯 接下來星期五 就是這個 不過未知哪隊對哪隊 因為未踢 就是巴塞那一場 巴塞和拿波利 或者車仔對拜人 OK 不過我猜是拜人對巴塞 OK 好 先給大家這四場 因為只有四場歐聯 想給多一點都沒有 沒有四大聯賽 OK 好 希望大家 給點正面一點 不要挑戰我 好不好 給避免 如果不是我真的想著 我不給提示都沒有所謂 我沒有所謂的 我沒有得益 你不買我更開心 賠儡可能多一點 不要讓我按到水那麼低 是吧 總之大家贏錢 大家開心 是吧 總之對便跟 就這麼簡單 不對便不要跟 甚至和我對 打我對家 沒有問題 是吧 你挑我機無能用 成績是這麼好 三勝一和 三勝一負 還想怎樣 大哥 你自己買 未必買到三勝一和 是吧 Anyway 多謝大家支持 Facebook YouTube 訂閱 追蹤 讚好 好 留意 記得支持我其他節目 OK 好 接下來應該星期一 星期一二才再給提示 因為等些判出 OK 好 拜拜